一歲一同玩奶粉罐 小男童嚎嚎大哭 讓人看得真不捨 台南市證明一歲多小男童 昨晚在家玩空奶粉罐 不料卻因額頭卡進罐口 殘餘呂箔拿不下來 男童痛得大哭 一旁阿公赶紧報警 消防員出動三車六人到場抢救 用鞋嘴前將奶粉罐慢慢小心剪開 最後男童順利脫困 結果額頭被罐口邊緣的鋁箔割傷兩公分 送一旧之后已無礙 男童阿公表示 孫子因好奇把玩奶粉罐 將鐵罐套進頭部 第一次順利取出 但第二次套頭後 就被罐口割傷卡住 怕罐口邊緣會割傷孫子 逼不得已才報警處理 救護人員表示 奶粉罐封口的鋁箔沒切乾淨 常殘留罐口邊緣十分銳利 大人因特別注意 董新聞小朋友別太頑皮 報導 早